7月20日 香港著名导演兼编剧罗启瑞 携妻子张婉婷 出席新书《移民三部曲座谈会》 该收集合的三部经典电影剧本 包括《非法移民》 《秋天的童话》和《八两金》 二人探眼要找回多年前的电影剧本 和图片实在不易 没想到发歌无形中 还帮了夫妻俩一把 凭借宝贵签名 令二人最快找到其中一个剧本 我们还找到一个剧本 是周恩发替我们签名的 就是1987年的时候 那个照片 那个图片就比较困难 因为图片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太穷 就没有那个剧照 所以很多那个照片 在书里面的照片 都是从电影本身去 刷摘出来的 其实找那个剧本也有点困难 《秋天的童话》比较容易 因为那个电影《秋天的童话》 他本来就有一本 就是周恩发 对 周恩发签名的那个 罗齐瑞夫妇也将再度写手筹备 刑事一波对于演员方面 他们就雅关紧紧 好像说 未来都想 就是看多部戏 或者写一个剧本 都是关于现在最新的 移民的一些看法的吗 移民的提议 不是最新的 而是回到我们父母那一代 那你选角星方面 有些深水的演员吗 有啊 有啊 可是不会告诉你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